气球门曝光中共内部混乱 军委紧急发文 荷兰F35战机在波兰附近拦截俄罗斯军机 王毅将会布林肯 美国国务院发话了 普京发动春季攻势 美国使馆警告公民离开俄国 主权债务圆桌会议登场 打乱了中共的算盘 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事件 一些中共官员承认 他们被气球打了个措手不及 美国智库专家认为 这让人对中共安全机构内部协调水平产生了疑问 而这也曝光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混乱局势 和应对措施 在此敏感时机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布通知 要求做到绝对忠诚 听从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指挥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2月13号 中共新华社称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办公厅引发军委主席负责制 学习教育规划 要求军队绝对忠诚 绝对可靠 一切行动听从习近平指挥等等 视频人士岳山就分析 中共历来高层喊话 是缺什么就喊什么 所以能够证明习近平自己是很担心 下边不忠 他也清楚 那种认为他全力稳固的说法不成立 对于习近平是否对气球入侵美国之情 外界有观点认为 习近平可能是不知情 这是中共内斗中的一起挖坑举动 不排除军内有人让习近平难堪 但是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洪斌 2月8号对大纪元表示 习近平对于军方的间谍气球计划 完全是知情的 因为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 有一支新部队负责在世界范围内放气球 这是中共军队按照习近平的部署 进行整体备战的一个具体环节 袁洪斌认为 中共的间谍气球在这个时间点曝光 是一次意外 这恰恰说明习近平当局缺乏系统性协调 所有领域的能力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方官员透露 在美国政府公开中共气球消息的前一天 与华盛顿方面沟通之后 中共外交高级官员急忙 对美国国务院告知的信息加以核实 由于布林肯将在2月初前往北京 出席包括与习近平会晤在内的会议 在这个敏感时刻 中共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发生危及此次访问的国际事件 后来中方最终公布了一份 有习近平签署的声明 报道说 按照北京的标准 这一声明带有不寻常的和解意味 但仍然没能阻止布林肯放弃访华的行程 同时美国官员将中共间谍气球事件 严重恶化的可能性 荷兰国防部2月13日发表声明说 两架荷兰F35战机 在波兰附近拦截了三架俄罗斯军用飞机编队 并促使他们离开 路透社报道 两架荷兰空军的F35战机 在波兰附近进行了首次拦截任务 当天早些时候 荷兰快速反应警戒 在波兰启动 两架战斗机被派往空中 以识别和护送一个飞机编队 经过辨认原来是三架飞机 一架是俄罗斯侦察机 IL-20M-QUD-A 由两架俄军苏-27战斗机侧位护航 当时飞机编队正从加里宁哥勒 寄进波兰的北约责任区 加里宁哥勒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 位于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 荷兰的F-35战机从远处护航编队 并将护航任务交给了北约伙伴 报道说 当一架飞机接近北约空域 而不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由于俄乌战争仍处于紧张的关头 俄罗斯和北约各国之间交涉的一举一动 都招来密切的关注和猜测 在中美关系不断探底之际 外媒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本周 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举行会晤 但是美国国务院随后否认了这一消息 有学者分析 布林肯会和王毅会面 但是会展现出对中共强硬的态势 路透社和彭博社13号都披露 布林肯正在考虑在本周末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和王毅会面 并称这将是两个人在美国 击落中共间谍气球之后的 首次面对面会谈 据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德国总理秀尔茨 法国总统马克龙 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 都将出席危及三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针对布林肯会晤王毅 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13号表示 现在没有任何消息要宣布 但不排除此事的可能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也在记者会上否认 说没有布林肯与资深中国官员会面的规划 但是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 肖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 布林肯和王毅一定是会见面的 而且会展开强硬姿态 在共和党国会议员都已经跳起来的情况下 只是跟中共在幕后协商消除紧张 那等于是被勒索成功 那这样中共只会更大胆的 再进一步去对拜登施压 所以布林肯最好在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 也要提醒各国说 中共这样做破坏危险美国领空 破坏国际法 那基本上大家一定要提防它 室平人士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认为 慕尼黑安全会议正值俄乌战争一周年 其议题本来应该是聚焦在俄乌战争 但是现在出现了气球事件 马上就会变成会议的一个焦点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 敦巴斯地区关键城市巴赫木特 仍然是双方激烈竞争的焦点 北约2月13日警告 俄军已经发动春季攻势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 普京总统没有为和平做准备 目前正在增派成千上万的部队 试图以数量上的优势 来弥补后勤装备训练等方面的不足 在他看来 这正好凸显了时机的重要性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是很紧迫的 斯托尔滕贝格敦促西方 在俄罗斯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之前 将弹药、燃料和备荐等关键物资送往乌克兰 俄罗斯和欧洲事务专家奥菲娜希尔说 普京本人正面临相当大的内部压力 一些人希望战争结束 想让乌克兰屈服和投降 所以战争的残暴程度正在升级 而敦巴斯地区战略要地巴赫木特 仍是俄乌两国激烈争夺的焦点 乌克兰军方表示 巴赫木特周一再度遭到俄军的猛烈炮击 附近的16个定居点遭到了轰炸 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日前再次发出警告 要求本国公民 不论是在当地居住或者是旅行的 立即离开俄罗斯 原因是避开俄罗斯执法机构 任意逮捕或骚扰的风险 美国使馆在国务院发布的最新旅行警告中说 由于存在物居风险 要加倍谨慎 这并非是美国公民第一次被要求离开俄罗斯 去年的9月份 在普京下令部分征兵动员之后 美方也发出过这样的公开警告 尽管美国方面给出上述理由 但仍然有人推测 是否与北约所说的普京发动新攻势 可能导致的局势变化有关 但是有军事专家分析 尽管俄罗斯希望重新获得主动权 但是他们的进攻潜力值得怀疑 进攻性行动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 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和一流的领导者 以及各级详细的计划和演练 数万名缺乏经验的新士兵 被注入筋疲力竭的俄罗斯军队 将无法提供这种能力 而一段时间以来 乌克兰一直在为自己的进攻做准备 随着未来几周新的西方军事援助的到来 相信乌克兰应该很快可以准备好新一波的攻势 普京也担心乌克兰在得到西方援助之后 到2023年第二个季度 将会对俄罗斯进行强力的反攻 俄罗斯恐怕会撑不过第二季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号表示 七国集团和来自中共、印度和沙特的官员 将在17号参加新主权债务圆桌会议的第一场视频会议 作为主要的债权国之一 中共的立场成为了会议的焦点 此生政经评论家吴嘉隆告诉希望之声 国际债务协商会议主要要谈的是债务重整 是对穷国能够做债务减免 但是中共提的是债务延期、延长还款的时间 如果国际债务会议说穷国付付出钱了 要债务减免 从国际金融的角度 是要避免国际债务危机的爆发跟扩散 是追求国际金融的稳定 避免债务危机从穷国的债务违约来爆发 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一个债务重整会议 等于把中共原来的算盘给打乱了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其他七国集团官员认为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债权国 是加快债务处理工作的主要绊脚石 他们还在推动G20成员国达成协议 以扩大共同框架 将中等收入国家纳入其中 国家龙直指中共的拖延算盘 中共一带一路工程导致斯里兰卡 赞比亚等国深陷债务危机 赞比亚财政部长穆索科特瓦尼 拒绝了中国要求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贷款机构 参与该国债务重组的呼吁 并警告减债的延迟正在阻碍 这个非洲第二大同生产国的经济复苏 吴嘉龙表示 一带一路是在制造当地国的一个债务陷阱 那么你能还钱最好 不能还钱的话 可能让中国取得原物料的控制权 再不行的话 那么取得军事基地的租借 这样一层一层套路 赞比亚可能没有办法还钱了 中共就准备慢慢的来吃下这条鱼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关于这个气球的事件 资深记者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 提出了这样的一段疑问 他说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用响尾蛇导弹 去打那么一个气球呢 气球难道不能活捉吗 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不抓下来 这样还用潜水去捞吗 最不计 用子弹打一串孔 慢慢泄气降下来 也不会砸着谁呀 那么对于这一问题 还有今天的节目内容 您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有时候进行乐 大哪里的 pregunta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